大家好,我是老潘,早上的晨走又开始了 这几天早上还是比较凉爽的,但是就是学生们开学了 像这个时间段,学生们都在去上学的路上 所以我的身边不断的会有电动车经过 还是要慢一点的,慢慢的走,靠边走,安全第一啊 现在我是没有跟之前那样天不亮 天还乌气抹黑的时候就起来走街串巷了 那个时候真的很努力,很刻苦 早上起了早,早上起来是乌气抹黑的,也是抹黑再走 那就是想通过走,大量的走,让自己早一点好起来 现在时间长了,可能你就已经是这样习惯了 反正每天都是这样度过的 每天基本上差不多这样的一个生活过程 就这样,再说现在是走路的速度 也是大大大大的提升了,快了,快得很了 朋友们的,以前这一圈走下来要一个小时啊 现在是二十多分钟就可以了 所以说不用起那么早了 再说以前是走着一圈,要休息一会儿 现在不用休息,一口气开始走下来 省了不少时间,所以不用起那么早了 身体发生的变化,自己也在不断的摸索 自己也在总结,最近我发现我的关节通就会全身轻 最近还发现走路的过程并不是说腿轻 感觉很舒服,而是身体从上到下 它都在轻松,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像我们走路的时候,是有很多块肌肉 很多的关节共同参与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要想让这些肌肉都变得有力量 要想让所有的关节都变得灵活 那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 并不是说随便的简单的几个动作就会有效果的 那大家其实都知道,可能我是知道的比较晚了 大家都知道关节通,全身轻,走路会轻快 那具体用什么样的方法让我们的关节通 根据我身上发生的变化,我的总结呢就是 首先第一条还是要靠自己坚持锻炼 坚持锻炼,不但是要每天坚持走 还要练动作,还要练器材 还有对我来说也是一件比较重要的 那就是,那就是从内到外的辅助 确实是有效的 不得不说,难怪人家比较聪明的医院 自配自治 把这些东西作为一个镇院之宝 那确实是有效果呀 有很多人用了,只要感觉真的 在他那作为一个治疗的话 确实是收获了一定的效果 所以人家才作为一个镇院之宝 当然啦,他是镇院之宝 他是再好,他是无价之宝也好 在我们身上发挥什么样的功效也好 不发挥什么样的功效也好 我们还是要靠自己,靠自己坚持锻炼 把他的那个东西作为一个辅助 让我们关节通,没有那么样的疼痛 或者是将紧了 我们练起来更轻松 像走路的过程就会更轻快 所以就会喜欢上走 就会爱上走 就会改变我们之前一个人的天性 那就是懒 我这个地方不是说针对某一个人 所有人的天性 这个懒字都是有的 更不用说我们脑子弄天胆之后 身体上没劲 应该就更懒了 所以说不爱走,不喜欢走 那是因为腿沉没劲,手不动 如果你是真的让我们关节通,浑身清 让我们没有了疼痛,不那么将紧 我们喜欢走了 我们想走了 那这样走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就是一个良性循环 是不是就会越走越快 越走越稳 越走越远 我们就会越来越好 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 当然了 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 它并不是今天早上咱们交流了之后 咱们走一阵子 明天早上再走一阵子 后天早上再走一阵子 就能够达到我们预期的一个目的 一个目标 不是这样的 也是要 要坚持的呀 说到底 还是要靠自己坚持 坚持再坚持啊